每年5月 明山中学总有些空间 缭绕着贵阳图和亲情两手音乐声 学生们彩排着对形和手语演绎 现在是采用高年级带低年级这样的一种训练模式 这样的话主要还是一种是帮扶 一种就是传承 让孩子重新地去理解认识 我们父母为自己付出的这些心情 而且辛苦 然后发自内心地对父母的这种感恩 感念亲恩这是所有学生在学必修主题 母亲怀胎 那我十月苦心 然后吃也吃不下去 然后请吃拿安 然后就想象到妈妈在以前生我的时候 那些吃饭不方便 然后上厕所不方便 睡觉也不方便 特别想表演一会给妈妈看 然后让妈妈也会自己的感觉到我们对她爱 一年一度感恩音乐剧比赛 老师和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投入20多天 这个学生变化最大的就是 于前几年 他看到老师 他会主动地向老师问好 他见到外边的来宾 他会主动地向来宾问好 这个在很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高考成绩 人数 质量都是逐年攀升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 并没有对教学产生不良的影响 反而是起到了一种 帮助 促进的一种影响 求学知识固然重要 以立得数人为理念的民生中学 品德更要打好基础 大爱新闻张勇边境四川报道 大爱新闻